眼睛其實也會有結石 那其實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話 可以自己看一下鏡子 就是有時候拉下來 就是眼睛那個結膜的地方 紅肉的地方 如果看到一些小白點 那個可能就是眼結石 那其實眼結石 它其實是眼睛的分泌物 就是發炎產生的分泌物 那它就是沒有排出來 它就被包在裡面 就是我們早上有眼屎 跟眼屎不太一樣 它是黏在裡面的 我以前真的有耶 也有啦 而且是以前 你這樣講我真的以前有 就是有一小塊白白的在那邊 我以前會把自己擠出來 那個就是了 你好勇敢喔 對啊 我會自己把它擠出來 是喔 對 它那個有時候 在表面它有時候是那個皮紙線 像皮紙線的感覺嗎 不太不太一樣 它是更裡面 很像眼屎 然後被包起來薄薄的 對 那其實它不是長在下面而已 它連上面都會有 那這種通常都是 眼睛長期慢性發炎 譬如說常戴隱形眼鏡 最常其實發生在女生 就是長得很漂亮的女生 就她眼睛就是 常戴隱形眼鏡一直很紅 那個眼皮翻起來 下面就是密密麻麻 整個都是像鵝卵石一樣 全部都是眼鏡 為什麼要漂亮的女生才好 因為要戴同口放大肌 因為他們可能戴的時間比較久 可能從早戴到晚 所以眼睛很漂亮 它的症狀就是 眼睛常常會有異物感 尤其是隱形眼鏡拿掉後 才更有異物感 那通常戴隱形眼鏡 戴著會痛拿掉就好了 可是它是拿掉之後 反而更有異物感 因為它結石已經凸出來到表面 那個結石它其實會有一點 就是硬度 所以它會 所以如果真的隱形眼鏡戴著沒感覺 拿掉之後會痛的話 表示眼鏡裡面不是近了異物 就是長了結石 那這個比較好處理吧 把它翻開拿著 對 翻開要把那個結石 一顆一顆把它清掉 對 那有時候是清不完 就是說我們只能清掉一些 已經掉出來的表面的結石 那底下還有很多 就是要跟它講說 可能你之後又有同樣的症狀 你就是要再來出來 還會再冒出來 對 它就是自己慢慢 被後面的結石一直往前 妳碰到最多的有沒有20顆 幾顆 清不完 100顆 它那個都很小 很像那個芭樂子那種 有時候更小 然後都得一顆一顆這樣去 對 我們要一顆 手工的 對 會染色 所以有時候 很像幾粉絲那樣子 只是幫忙 妳是眼科還是串項給妳 串項給妳 串項給妳 有成就感 對啊 一百顆 一顆一顆都有成就感 串珍珠項鍊 這個感覺就從手術 適合起來 那種挖 挖 挖的那種 對 是因為它一定要在行為鏡下挑 因為眼睛就很怕會傷到 所以我們就要拿最細的針 然後再以前那個行為鏡下面 就一顆一顆 我們要先染色 染了之後才知道 哪些結石是 敷出來一定要挑掉 哪些結石是可以下一次再處理